好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讲一个 慢慢你一定会碰到的需求 就是说时间 这个 比方说这个片段 它到底多长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资讯呢 这个里面有很多 技术提供 那你可能未必很清楚 我们来把它 讲清楚一下 影片的讯息 时间的讯息 因为到最后 你做的东西都时间限制 所以你要很精准的掌握 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 时间相关的讯息 我们在讲这个部分 好 那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部分 再往下看之前老样子我们讲 要讲一下 这里有个叫专案 这里有个叫来源 专案 这个地方如果浮出来 浮出来 就像这样子 这个地方浮出来 就表示我选它 专案是指下面这个 这个叫做时间轴 也就是最后你要输出的地方 这个叫做时间轴 来源是指这一个 这个叫暂存区 一个暂时存放的 可以让你进行各种编辑动作暂时存放的区域 你要先把这两个 先把它 搞清楚 这个地方是很 重要的 那你都搞清楚之后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 先按钻 我这边已经是有做一些东西的 假设不管 我先 你按下这个东西 这里 这个按下去 你看我现在的 长度是这样 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按下去 不管你的影片是长是短 它都会以一个 完整的 萤幕的 长度来呈现 就是让你知道 我们常常需要这个动作 这一个 好来那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这个萤幕 我只要让你知道这个长度 比方说转按一按 转按 转按就是指下面这个东西 下面这个东西 那你如果不知道它是不是 已经是最长的 你可以拉这个地方 我这边拉一点点 变小 果然这么长 不管 这一个部分 它的 相关的时间讯息 因为我们要按钻按了嘛 看上面 它的 全部的长度 54秒 它全部的长度 54秒 这个地方是54秒 54秒 这里呢 是指它的播放头 我的播放头停在这个位置 我的播放头停在这个位置 这样懂吗 就会是这样子 比方说 你仔细看哦 我要拉播放头了 你看这个地方变化 我要拉播放头 拉拉拉 有没有变化了 对啊 整个长度是 整个长度是54秒 现在我的播放头移到17这个位置了 这个地方差不多 你看这里有数字是17 那基本上 是一个 这样子的 部分 然后你再把它 放回整个圆整个长度 因为有时候 这个 这个就是整个画面占满了 那也一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么长 是54秒 我现在播放头 在17秒 这还蛮精准的 15 16 17 就是这样子 这样OK的嘛 首先这个讯息呢 我们要 我们要掌握住 第二个 我们常常想要知道 那我这一段特别的影片 比方说 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 他的讯息是什么样 等到这个地方来 当你要按下去这个特 特殊的影片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是一个特殊的那个某一个 编辑的片段 你按下去之后 注意哦你必须在专案 现在是在专案嘛 专案里面的这个影片 按属性 这里有个属性 这里有个属性 属性 按这个属性 你要按这个属性 属性按下去 讯息通通有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讯息我们首先看 速度1.0 正常速度 所以你要快要慢 快动作慢动作 在这个地方处理 你把它改成2 那就快动作 改成0.5就慢动作 有空我们再来处理 首先来看 首先来看 我这个的影片是多少 来 这个地方有点麻烦 但是我跟你讲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一段影片 那真正的长度是多少 是你要看这边 时间走 懂吗 因为这一段影片在时间走 是这样 那长度是原始 这一段影片原始的长度 这一段你等一下我再秀一遍 这段影片如果原始的长度这么长 我可能剪辑的8秒 懂吗 我可能剪辑的8秒 而这8秒被拉到这里来 所以他告诉你 所以在放在时间轴 这里叫做时间轴 时间轴的8秒 你就知道这里的长度是8秒 原始的时间 原始的时间 再说 你知道 他其实有经过剪辑的 原始的时间这么长 他只是其中的8秒在这边 你就知道这个影片 是经过 某一种剪辑的过程 至少你知道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 时间轴8秒 原始的 原始的长度是这样子 好啦 如果你要把这个视讯关掉 另一种做法 你可以再按这个D 没有无 按按去他就会关掉了 这边有 照片 这边有影像 下面是声音 你如果要把这一段影片的声音关掉 按音讯 按这边有个5 点上去 他就没有声音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之前教过的 现在顺便给你 补讲一下 那快动作跟慢动作给你看一下 2 Enter 按下去 没有 他自动就收掉了 是变短了 快动作了 就快动作就出来了 播一遍给你看 快动作 这个这个影片不是很好 你一下子看不出来 好啦 这个地方有一个 快动作的变化 就是这样子 那慢动作呢 你就看0.5 或多少 他就是变成慢动作 这个地方 时间 有关时间的部分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 现在时间轴有没有变了 我按下去 时间轴是变了 刚才8 对不对 刚才8 对不对 刚才8 现在这一个 在时间轴 是8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嘛 他原始的长度也缩小 不管基本上我们是看时间轴 时间轴 时间轴 这个地方就8秒 那他就会是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部分 好 然后再过来呢 一个比较 有趣的部分 是这样子 那你说 那你如果说 比方说我们再来 看这边好了 我先按一下这里 我先按一下 按一下这里好了 这个比较短 按一下这里 按一下这里 来 按一下 属性 你就会看到 哦 按一下这边 按一下属性 我在时间轴上是2秒 可是我原始的长度是14秒 换句话说 我是14秒钟 剪辑成2秒 那你想知道是 剪辑成哪个部分 有没有很想知道 有啊 对 怎么办 首先你这个地方 按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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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 我们说过了 在时间轴这个地方 你选下按复制 是把这一份资料 复制到哪边 复制到 暂存区 暂存区就是来源 对不对 所谓的复制是指把这里的资料复制到 暂存区来源 OK 这个概念很容易 一点都不难 对不对 好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这个设计不觉得非常的合理吗 现在怎么办 按一下来源就好了 按一下来源 这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这一段影片 因为我刚才复制到这里了 我按来源 我们就可以先 先清楚的看到 他原来的长度 这一段影片 原始的长度是多到 14秒 原始的长度是14秒 看一下 然后现在是在什么 这里是14秒 然后 原始的长度是14秒 对 14秒 然后这里是指什么 他的这边这边 这样 我的播放头 我的播放头在这里 原始的 不要你看到我现在播 我现在播 你看到播 他跑了对不对 这里跑了对不对 所以这里跑了 换句话 原始的 是14秒 我的播放头在第8秒 这样懂吗 原始的14秒 那我播放在第8秒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什么意思 2 2 这里2是指 我如果有编辑 我如果有编辑 这个编辑的部分 就是2秒 看到没有 编辑的部分是2秒 我是从 第7秒开始编辑 懂吗 我 这个地方只有2秒 原始的长度是14秒 原始的长度是14秒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里编辑的 被编辑完的长度是2秒 然后我这个开始的地方是在第7秒的地方 这个是开始的地方 这个是播放头 这样你有搞清楚了吗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 那因为是编辑啊 既然是在这个地方编辑 我们就可以编辑嘛 所以你看把这个东西拉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我如果都没有编辑最原始的状态 全部14秒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播放头刚好在这边 播放头是00有没有 然后再按这个地方 播放头在这个地方 播放头是14跟他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那因为整个是现在是在原始的长度嘛 我这个讯息就不存在 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好那我现在要编辑 比方说我要拉拉拉拉拉这一段是我要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原始的是14秒 我现在播放头 拉到这里来 是两秒 好那现在 我这一段长度是多少 八秒 然后我开始的点是这个地方 那现在开始的点跟播放头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开始的点跟播放头的数字是一样的 这样懂了吗 这样就懂了 然后一样 当我在来源的时候 我如果按属性 这个是指我这个来源的部分 我这个来源的部分 一样你就可以看 你其实在来源这个地方 也可以调整速度 都可以调整 我就不讲了 你就知道 那这个地方看完了之后 你看我的长度是48 对就是这样子 那一样视讯跟这个地方都可以调整 那大概就会是这样子 你想要把它反转 我们影片的反转 按下去 他就会反过来的 影片本来是A到B 现在变成B到A 就会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如果想要知道这一段讯息 要很精准的知道 我就可以用这个动作 我再讲一遍 比方说我想知道这段讯息 就很短 我想知道这段讯息 我想知道这段讯息 你可以先按这个地方 就是专案对不对 你可以先按这个地方属性 你可以先按属性 你就可以看到 我原始的长度是7秒 我只有27个 27个影格 27个影格 一秒都没有 就会是这样 27个影格 因为它是30秒的影格 所以它是27个影格 你大概就知道这样而已 那你又说 可是我要更精准的知道的话 我们刚才就教过你那一招 点这里 来复制 复制就是复制到这里了 好 按一下来源 它就很精准的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是原始的长度7秒 原始的长度7秒 现在你被减成27个影格 对不对 27个影格 然后你是从第6个影格开始 对不对 那这个是播放头 这样你了解 把它复制起来 如果你要很精准的讯息 像这样子 你想要看到 按哪一元 你想要看到 它是全部里面的哪个部分被有编辑的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重新编辑 对不对 或者说你想要知道 有时候同学做周约 你想知道他到底这一段到底是整个影片里面的哪个部分 他有抓对吗 要不要改 那你就可以按这里 复制 就把它复制到这里来 当你复制到这里来的时候 按来源 这个地方是暂存区 对 然后这个来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讯息 对不对 那当然你如果再按 这个属性 一样你可以 这个地方还可以做某些修改 就我们讲过了 你修改完之后 就可以再把它 那个贴上 你修改完的东西 贴进来 贴进来就变成我们修改好的东西了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教的就是比较简单的 你如何来确定 我现在这一个是一个 这个是 我的时间桌 你编辑的这些东西 你的整个一个状况 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按专案 我单纯的按专案 我这边也都没有做任何选择 有啦 你看你这里有选择了 所以你的属性是这一个 有没有 那 其实没关系 你按专案的时候 这里就会告诉你 这里 这里就会告诉你 我整个专案的长度 50 对不对 我的播放头在39秒 大概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希望这些 这些讯息对你是有帮助的 可以精准的控制你的那个 时间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我看你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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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